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我是洪准 那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小跌 那我之前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那整個指數走到一個連線的反壓區 他必須做一個震盪整理 然後來收斂 跟均線之間的價差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那在這個收斂的過程當中 其實國際監視爆出了很多的利空 包括英國脫歐的事情越演越烈 然後現在要脫不脫已經搞不定了 那第二個美國的波音公司 他墜機的意外導致說 現在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要停飛 有關於737客機 那台那個機型的問題 然後還有中美貿易大戰 可能要延到四月份 才會出現一個轉折的訊號 但是呢 在這麼多的利空當中 我相信很多投資人都感到很恐慌 又來到年限反壓附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券單的部分 券單的部分呢 昨天開始出現了暴增 然後呢 暴增到哪裡 暴增到60萬張 已經來到60萬張了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個行情 之前從9400點那個轉折 開始走的是一個 初升段的行情 那初升段完了之後呢會有一個整理波 在那個整理的過程會爆出很多很多的利空 然後來打壓這個股市的表現喔 那這都是一個很正常的回檔現象 那你在這個正常回檔現象裡面你跑去放空 你覺得指數來到1萬點以上了 所以現在的空 現在整體的那個多頭格局準備要結束了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一般投資人的想法都是這樣的話 那你必須要跟他們反著做 因為市場上的贏家永遠都是少數 永遠都是少數 那不管行情 不管行情怎麼的漲跌喔 重點在於你的 你有沒有掌握到資金的流向面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資金的流向面 你就能夠抓到市場的主流在哪裡嗎 所以呢 3月4號的時候 當錢開始做移轉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現在你要觀察的就是市場 網通的部分 網通族群跟生技醫療 對不對 所以最近生醫股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夯 那一直到今天的時候呢 我告訴你 現在資金又開始做移轉 生技醫療的買盤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強烈了 可是呢 貴買半導體開始出現了一些 資金在做進場佈局的現象 還有誰 還有一個叫市場電子零組件的部分 那這兩大族群呢 其實可以區分出來 一個叫IC設計 另外一個叫PCB的族群 所以未來 你的資金呢 必須要再做一次移轉移動了 那 迎接主身段的行情呢 他會用一個很快速輪動的方式 然後去帶動個股股價的上漲 那你可以發現到 怎麼漲的都是那一些 光學族群在漲的時候 光學族群漲的就是那一些 然後接下來呢 下一個階段會換到是誰 那你就要看喔 整個IC設計的族群 還有未來的就是在PCB版的部分 這個都是未來市場上面 你必須要特別留意的現象 因為 錢已經在買了 資金已經在做佈局了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過在3月8號的時候 因為我們股票沒有很多 我們每一次進場就是重壓嘛 我們當時重壓這檔 3169的亞信對不對 我說他的量佔比大增 錢開始做買進 當這些資金在做進場佈局的時候 你要觀察一下 買的人是誰 買的如果是外資 那後面一定會有 第2比第3比在做進場嘛 量佔比大增 外資持續大買 重點是他的產品 是未來5G是一定要用的 叫做 高速傳輸的IC設計晶片 所以呢當這些晶片的需求量開始增加的時候 因為未來什麼東西都要連網路對不對 那你包括工業用的 包括一般家庭用的 智慧家居 這些全部都要連網路 所以他的營收獲利就會開始出現一些增長的態勢 那外資已經先做佈局了對不對 外資在做佈局的時候 我們也跟著外資的腳步一起走 3月8號的時候我們買進 3169的雅興在35塊錢嘛 當時呢在34.9元就可以成交了 那這一檔股票我已經跟你講很久了 我說你千萬不要用追加的方式 波段強勢股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尤其是他的均線開始翻揚 外資一直在買進 那你當然要跟著外資的腳步去走 當天是直接亮燈漲停板 再創新高 那重點是後續的漲勢呢 只要這個缺口沒有回補的話 我跟你講說這檔股票你還有向上的 挺進的空間嘛 但是呢他一定會洗盤 越好的股票他洗得越大力 很正常 因為不安定的福額 你如果沒有被洗掉 如果沒有把那些不安定的福額 把它清洗掉的話 其實他的漲勢就會受到壓抑 那他在短線上面你看喔 昨天是不是開始做一些拉回的動作 那你在拉回整理的過程當中呢 你的買點如果夠低 你可以撐得住嘛 你的成本夠低你就撐得住嘛 所以呢 一直到 這是昨天的部分 一直到 今天為止啊 今天其實已經在創收盤價的新高 你可以看到 外資當他買了 第一筆 第二筆 是不是持續在做加碼佈局喔 所以這些法人在做佈局的標的呀 法人在做佈局的標的 你只要買點跟他們一樣 你的成本跟主力差不多 你未來看看 他的走勢是不是就可以 跟著 你就不會害怕說 他短線上面的震盪整理喔 所以這檔股票 我們還是持續的 在賺錢當中 目前獲利已經達到16% 已經來到16%了 重點是在於說有些個股他在做底部起漲的時候 當資金轉向生計 我也跟你講說 亞斯康的部分嘛 WD形態完成 他又帶下一個跳空缺口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他會越過 當你看到說 他有這些 訊號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買點在哪邊 在他大跌的時候 在他拉回的時候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 弱勢時啊 所以呢當時我們買6497的亞斯康是在23.5元 23.5元 投資朋友都可以成交在23.3元 對不對 我們會員朋友成交在23.3元 而且我要你買的夠多 而且一次買就是四分之一的部位 用力給他尻下去 當你買進去的時候 你的股票不用多 會漲 就好了 會漲就好了 所以呢 當時買進去的時候 他還是做了一個震盪整理喔 他還是一直在做震盪整理喔 可是昨天已經連續的 出現兩根漲停板喔 一直到3月12號亮燈漲停 然後呢3月13號的時候 也是一個亮燈漲停 今天做的短線上的拉回 我也跟你講過 你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昨天的升級股 已經開始在做降溫的時候 已經開始買盤開始 大力推升的時候 其實今天降溫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可是呢如果你的買點 是在昨天追價那個地方 你今天一定會被洗 你今天一定會被洗 這個就是現在整體市場上的節奏 整體市場上的節奏 你的追價風險絕對是高的 你的操作呢 一定要買在起漲之前 你一定要買在起漲之前 你 標股呢 他是養出來的 他不是追出來的 他絕對不是追出來的 所以像這種買點啊 像這種買點 當你出現的時候 訊號一出來 你就要勇敢的下去買 但你在買之前呢 絕對是先把這一些的 這些個股放到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我也沒有用追的方式啊 3月4號的時候他已經是大漲 創新高了 可是我是3月5號等他拉回的時候才進去買 這種個股呢 標股他的洗盤的力道絕對是很強大的 絕對是很厲害的 因為只有把這一些不安定的符合洗掉 他才能夠 穩穩漸漸的往上去攻擊 穩漸的往上去攻擊 所以呢短線上面的洗盤呢 你必須要避開 你一定要把它避開 那這種強勢的個股這種 類似這樣子的股票未來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剛剛講說 券單的部分已經高達了60萬張 已經來到60萬張喔 一旦展開主身段的行情喔 這種行情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你的空單務必要做停損 或是換股的動作喔 趕快趁現在回頭都還不難 因為一旦軋空起來的時候 那個軋空的氣勢會非常非常的嚇人喔 所以呢你現在要跟著我們腳步一起來 養標股來賺行情喔 買股票不要用追的 買低賣高才是賺錢的最佳策略嘛 就算你今天是放空 你也要放空在高檔 買在低檔不是嗎 所以呢 有一些底部起漲的標的 他都有一些特殊的訊號 比如像技術面的訊號 開始出現一個轉折 或者是說有錢在買的標的 這些資金正在做進場佈局的標的 都是喔 那下一個最重要的族群呢 我都已經幫你們掌握好了 過去的智慧型手機 折疊式的智慧型手機 幫你準備好了 網通的部分 生計的部分 其實一檔接著一檔 我們都幫你賺錢 那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更重要 因為 準備要迎接到主身段的行情了 接下來準備要進入主身段的行情 有一些軋空的個股 券單 券支比非常非常高的個股 當他有一些法人的買盤 開始在推升上去的時候 就會把他帶到主身段的 那個階段上面去喔 所以你要掌握到底部進場的機會 只要你可以在底部進場了 你不想贏 都很難 真的都很難喔 所以操作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趕快跟上我們腳步來 養標股 賺行情 現在有一個168方案 有一個168方案喔 你對於 操作上面 有任何疑問的 或者是說 你想跟著我們一起來 養標股 賺行情的 投資朋友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0287738859 跟我們操盤式來做聯絡 或者是在LINE AT裡面 跟我們留下資訊喔 因為 錯過的這一次 大漲的 主身段行情 你會非常非常的 可惜 你會非常的可惜喔 那很多的個股 你必須要換 當你把資金騰出來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來養標股 我相信呢 你會感覺到 原來操作 沒有你想像的 這麼困難 真的沒有你想像的 這麼困難喔 現在是一個主身段的機會 在這個拉回震盪整理的過程喔 你要把握好 布局的實際 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今天 為大家講解到這邊 感謝大家 記得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金流懸固 專選豪股 養標股 正行情 金流168專案 限時優惠 實施中 金流168專案 限時優惠 實施中 請您必須撥打專線 02 8773 8859 02 8773 8859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TagP 據說明明天 我們會不會放棄 自由主席 旅行 旅行 公司 無不可 賺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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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